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叔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愛死你絕對做這三件事 今天這個主題就是說一個男的就是認定你了 非常非常very愛你 愛到你會怕你知道 但是這種狀態不會是永久的 通常只會一段時間而已 大概就是從認識延長拉起來頂多兩三個月最多到半年 通常對方是這樣的狀態下 其實就是你點頭就會在一起了 但不一定這男的是你喜歡的就是了 那再來我說了三種情況狀態 不是說這男的沒出現這些狀態 就代表這男的不愛你 而是有這三種狀態 代表對方通常情況不會是一般情況 所以我才會說頂多幾個月最長到半年 他有以下三種 那麼當下就代表對方八成就是愛你的 你不要去質問你男友或是曖昧對象 貝克叔說有這三種情況就是愛我 你都沒有 你是不是不愛我 我罰你把這部影片看十遍 好好反省反省 拜託不要這樣 不要幫我刷仇恨值 但看十遍增加觀看數還不錯 就是你要了解 不管那個愛有多強烈多濃烈 最後終究還是會回到兩個人原本的樣子 而不是一直 每天都活在粉紅泡泡裡 那以上此影片觀看須知 我都說了喔 我很熱愛生命 喜愛大自然 有繁衍後代之意願 希望各路男友女生的曖昧對象 不要因為被要求什麼不夠愛 而對我做出攻擊之行為 怕 那在開始今天主題之前我想請大家幫我個小忙 就是看完影片覺得這部片你喜歡可以按讚留言喔 讓演算法覺得這頻道值得推薦 有機會推出去 謝謝大家了 那我們來說第一個 永遠空出時間給你 其實就是不管你怎麼對他 他永遠都會播出時間給你 可能你說你現在不知道要幹嘛 他就來帶你出去玩 你打給他 他永遠有空 你手機掉了 他立刻幫你找到手機 是他偷的吧 就是你會發現 不管你什麼時間點約他 什麼時間找他聊天 他好像都非常有空 通常這種有空不會是因為他很閒 而是因為他很重視你 他目前狀態非常愛你 所以都會把所有事情排開 就為了可以跟你多點互動 甚至你會覺得他好黏喔 比口香糖加上麻糬還黏 黏到你會覺得有點呃自喜 因為不只是你找他有空 他無時無刻都想跟你出去 也不用玩什麼 只要看到你就好 好像你的臉是什麼樣 對你很上癮 會一直需要你 這樣的互動模式 其實我不用特別說 你應該也可以感覺到這種強烈的愛 這樣的愛通常會造成壓力 那當然假如你喜歡他 那當然沒問題 可是假如是喜歡上他 但是他這樣的做法 讓你有點壓力 那麼你就是要跟他溝通一下 跟他說 他那麼黏好不好 很煩欸 你是麻糬喔 那你是花生 我們是花生麻糬 你假如真的這樣跟他說 他還是繼續黏你 這樣的男的 真的超愛你的欸 只是溝通當然不是這樣 而是我也喜歡跟你聊天 但是你這樣子會讓我有點壓力 其實一般來說 一個男生很愛一個女生 是永遠都會分個時間給他的 不太可能會有個男人會說 我好愛這個女生喔 但我不會打給他 我好愛這個女生喔 但我不會約他出去 我好愛這個女生喔 但我都已讀不回他 這男的一定有病 所以不管你怎麼樣的互動 他都願意跟你出去約會 跟你聊天 跟你做 布丁一起吃 那他八成就是愛上你了 我們來說第二個 很怕失去你 當一個男生意識到自己 很喜歡很愛這個女生 但他不懂戀愛技巧的話 那他很容易會產生 自己很怕失去你的狀態 可能會嫉妒 可能會吃醋 可能會送你布丁吃 希望你不要離開自己 用布丁就想追到老娘嗎 布丁可以喔 其實就是你對他一點點的冷淡 他都會以為自己準備要失去你 情緒反應都很大 或是你說有誰追你 他都會害怕不安 那個表情 你一看就會發現他的不安 一個男生他會對一個女人產生怕失去對方 通常都是因為 這男的很喜歡很愛這女人 當然不是說這男的不怕失去女人 就代表不愛這女人 不是什麼都可以用相反就能套進去了 不要亂套啊 不怕失去 可能是因為對自己有足夠自信 又或是足夠信任女人對自己的愛 但會去怕失去 通常就是因為很愛才會怕失去 當然我不是說 你就要去故意假裝跟某個男的很要好 又或是要一直展現自己很有行情 或是故意不理對方 來知道對方到底有沒有怕失去你 而是有時候你就是真的剛好在忙 不小心的已讀不回他 或是很久沒回他 或是就是剛好事情排滿不能跟他約會 而他的反應好像是很怕關係冷掉 很怕你不理他 那麼你可以了解 他目前狀態是喜歡你愛你的 而且是比重蠻大的 我不建議用測試的方式 去知道對方是不是怕失去你 因為通常對方知道你是用測試的方式來對他 我相信沒人喜歡被這樣對待 所以你在互動過程中 知道目前對方是怕失去你的狀態 知道就好了 再來就是在互動過程中 讓對方知道其實你對他也有好感 讓他可以更主動的追求你 當然這是前提建立在你也喜歡他的狀態下 我們來說下一個 會一直想了解你 其實這是非常的簡單 當你們在互動 你會發現他對你的想法 生活觀點都會很好奇 甚至你說的話會影響他的一言一行 可能你說你最近喜歡看哪一部美劇 結果下一次聊天 他說那部美劇的劇情跟你討論 或是你說你喜歡男生去跳高空彈跳 但不綁繩子 結果下一次你就看到他跟你說 我們下輩子見 真的愛死你耶 就是其實他對你這個人 本身是產生極大的好奇的 而在過程中你會發現 我們聊了非常多非常多 可能他會對你感情觀好奇 對你價值觀到的觀好奇 對你生活圈社交圈好奇 他對你這個人產生濃烈的好奇感 搭配著前面說的空出時間給你 甚至有怕失去你 那一定超級愛你 不用想說這男的就很無聊 所以才會對自己這麼好奇 當然有這種可能性 但是現在這社會誘惑這麼多 好玩的事情超多的 PS5 手機遊戲 電影影集 各種娛樂休閒活動 他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 去對一個完全沒感覺的人好奇 不可能啊 當然還是有這樣無聊的人 但真的不多 而他對你的好奇是很頻繁的 也許是常常會一直好奇你的想法觀點 而不是半年對你好奇一次問一個問題 你累積了十年跟我說 他應該很愛我吧 問我很多問題 結果這十年的問題 一天就能問完了 那也不用糾結於他問什麼問題 說什麼話題代表愛你 那是什麼意思 而是他會一直主動的 對你這個人產生好奇 而且是頻率很高的 每天或是幾天聊一次 會一直主動的想跟你互動 對你產生好奇 那八成就是對你有喜歡 或是愛上你了 通常沒多久 他就會想要約你出去了 對於跟你約會互動 會是什麼樣子 產生好奇 你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對你有濃厚的興趣 但一樣 我覺得還是你也喜歡對方 再去回應他 不要你其實不喜歡對方 覺得 反正有人喜歡也不賴 就去利用他的喜歡與愛 你假如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真的會對你很失望 我會罰你吃十個布丁喔 你會肥喔 你吃不完的話 可以分給我吃 好總結 永遠空出時間給你 很怕失去你 會一直想瞭解你 這三個都有的話 那絕對超愛你的 那就是看你要怎麼做啦 畢竟一個人很愛一個人 不代表對方也一定愛他嘛 只是我良心建議 真的不要隨便利用別人對自己的愛 因為你這樣做 會因為布丁變胖 我真的不建議 雖然很值得 這時候一定會有人說 布丁是什麼梗 一直提 其實這個梗很簡單 就是因為 我很喜歡吃布丁 就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希望今天影片對你有幫助 你認同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分享訂閱 不要忘了開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